先說回,昨天有一宗新聞說 有位非公務員,即是政府合約員工 20問過宣誓內容被解僱 其實看回,政府在5月的時候 就要求了由去年7月1日或之後 按非公務員僱傭的政府員工 都要簽署聲明擁護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區 這次的女主角就是校律出盡辦公室 一百二三熱線,大家可能都有打過的 客戶服務主任,當時已經工作了超過一年 新聞就說到她接到通知要簽署這個宣誓聲明 但對於部分的內容就感到懷疑 她在期限前向部門發出一封信 提出了二十點的問題 包括政府對於完全忠誠的定義 部門也很好,在她簽署聲明限期結束的當日 都回信 重新宣誓責任,希望她了解宣誓的要求 也 女事主隨後再發信,又問回雙類似的問題 但最終內容部門都是用相同的回覆給她的 她之後就被解僱 在新聞提及告 她是非常感到難受和失望 又說自己是沒有拒絕簽署聲明 想了解這個聲明的內容 阿傑就覺得 我們現在自己的反思 大家試想一下 你在一個公司的新政策 限期前一天 提出二十條問題 有什麼居心呢? 你是不是想令到公司或者上司 知不已對 令到自己 指一個比較 在法律上也好 道德上也好 一個較高的地位呢? 俗語都說老闆請你解決問題 不是製造問題 如果大家試想一下 如果我今天 突然間 公司有新政策 我敲一下總編輯 李同的門 提出了二十條問題 二十個方向 看看她會不會解僱我 但是看到政府也很擇心人口的 是一個好僱主 還會在她限期那天 覆訊解釋 其實都給了兩次回頭事案的機會 你又沒有好好珍惜 你反而發信 繼續詢問政府的部門主管 現在你說到好像說感到難受和失望 我們要好好考慮一下 這個說法是否合理 其實 其實她說什麼什麼沒有簽署 就是沒有拒絕簽署的聲明 就是想了解聲明的內容 這個說法究竟又對不對呢? 是不是要政府畫公仔 畫出場 甚至要你白紙黑字說明呢? 其實你這樣 用一些可能相對提問的方式 這種行為又構不構成拒絕的一種呢? 這些大家都可以去思考一下 阿傑也做了一個資料搜集 想跟大家分享 兩宗 就是關於國際標準 如何處理公務員的問題 第一宗案例就是 在大概19年的時候 澳洲有一位移民及邊境保護局的公務員 他叫做巴勒吉 巴勒吉他就 巴勒吉他 我先開檔 巴勒吉他在移民局工作 然後呢 他曾經多次 是 用一個假的帳號 批評澳洲的移民政策 甚至是說 政府 他要求 將一些庇護的人安置在海外 所有的留言都是用他個人的器材發出的 我猜測應該是手機的 而且絕大多數內容都是在公餘時間上載的 我這裡有兩點要提到的 第一就是公餘時間 第二就是匿名方式 如果按道理這個情況在香港的話 一定會被某些人 批評 就說我都用公餘時間而已 去表達一些個人的政治論述 甚至用匿名方式 沒有理由會影響到政府的 但是很不幸就是 這位巴勒吉 他就被政府發現到 他用匿名帳號 去批評政府的移民政策 而他也是身為移民 以及邊境保護局的一員 認為他的角色是有衝突的 所以就炒了他 他又不是很服輸 向仲裁委員會提出上訴 仲裁委員會也認同了政府的決定 之後他就更加不滿了 繼續向高等法院去投訴 最終很有趣的結果 就是高等法院有七個法官 七個法官一致裁定 班納吉 是敗訴的 而且判詞中是說到 政府解僱他 是沒有違憲的 也說到政府的守則 在公務員上說到 是要必須採取合理行動 避免跟他工作上產生任何衝突 而高院的判詞也說到 公務員是沒有政治立場 就是說什麼 是不可以說政治的 如果你想想 這個情況放在香港 會不會一個構成 影響公務員的表達訴求的自由 或者等等 這個大家都可以思考的 當然了 班納吉聽到這個裁決就哭了出來 可能 幸好這宗案件發生在澳洲 如果在中國 或者香港 都相當之不容易 香港政府 再說說 我們很多人都經常說國際標準 美國 原來美國的公務員 都不可以納亂地表達政治訴求 甚至不可以納亂地罷工 美國在1947年通過了一條法例 叫做 塔夫脫哈特利的勞資關係法 是防止公共部門的員工 透過罷工作為籌碼 去癱瘓美國政府和主要工業的營運 1935年通過的全國勞工關係法 更加寫明 更加抗戰了整個美國勞工的 發動罷工的權利 但是這條法律 就沒有說明 聯邦政府的僱員 也有相同的權利 去到 不得不提一件事的就是 我們美國人民 很喜歡的列根總統 列根總統本身有演員 很有政治魅力 除了令到被懷疑 他令到蘇聯 解體之外 也在任內發生了一件很爭議的事 當時美國聯邦的航空總署 就和空中交通管理人員組織 叫PACO 就討論一份新的合約 PACO 就不單止要工作時間 減到每個星期三十二個小時 還要大幅加薪 希望有一個 優厚的退休保障等等 1981年8月3日早上7點 工會正式發起罷工 違反了當時的聯邦法例 聯邦員工是不應該罷工的 列根當時形容他們的說法 就說這是一個危害國家安全 perial to national safety 用詞很嚴厲 甚至列根要求他們立即返回崗位 警告他們 當時有數字 顯示 大約有13000個空中交通管理人員 只有1300人 大概十分之一的人 回到工作崗位 到10點55分 列根就發表著名的講話 這個真的要講一次 就是列根說 根據各位僱員 在簽署這份合約的時候 就有個聲明 就說我不會參與 任何罷工 影響政府的運作 詳細我不多說 早知他要求這群僱員 在48小時 即是兩天內 就回到工作崗位 列根 最後見到有大批的員工 都不肯聽 列根最後就炒了這11000人 說11000人 如果試想在香港發生 又會怎樣呢? 會不會成為一些政客的一些把柄呢? 一萬一千人被人炒了之後 但是大家要記住 為什麼大家要認同列根 很有政治魅力呢? 因為這個PACO 本身就是支持 列根政府的一個工會團體 但是列根也不管 照炒 所以大家要反思就是說 當我們看到公務員罷工 醫護罷工 這些都用公帑支持的職位 他這樣做了之後 是不是要問責呢? 政府是不是要啞印呢? 而繼續縱容這種橫橫無理 當作自己是老闆的風氣呢? 我相信大家要反思 時間也不是很多 我講另一宗 今天就是831 831的兩周年 兩周年 昨天有一宗新聞 就說有位前網媒記者 就叫做梁柏堅 現在也是在做灣仔大佛口選區的區議員 就說他收到刀片 我們看看照片 我推斷應該是戒刀的刀片 我又回來 他這個刀片 他就說 這個831的兩周年 話說很多極團國家的歷史 如果大家看多一點的話 都不會對現在的狀態 香港的狀況 缺乏想像力 又說 今天就收到風 其實當選的時候 會隔幾個月 在家中信箱收到 一些很親切的關懷 這次要貼堂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這次很下重本 不單止送刀片 細細塊 好像還送很大塊的刀片 所以要貼堂稱讚一下 阿傑看到這個訊息 我覺得一個正常人 就會想一想 用了幾次 起碼不止三次 又每隔數個月 其實這個應該是持續了一段頗長的時間 而這個持續恐嚇 怎麼看都要報警 但是誰知道 梁柏堅就說 他下面還有一句 這些小事就不用麻煩到警察了 警察了 警察了 就說 這麼多國家安全的大案要處理 我這些難命一條 自己搞定 不用這麼多警察操勞了 還說得很詳實地說 他自己當選之後 就沒有再跟家人聯繫 以前的朋友就沒有 你不用起底了 那些我也沒有再聯絡了 如果想要脅就再努力一點 其實我看到這宗新聞的時候 我就又在想 警方 我們叫做心系社區 他連街頭市民的爭執 家裡的糾紛 如果你打了九九九 他也要上來幫你 聊一下了解一下情況 你這個寄刀片 還是尊貴的區議員 已經構成刑事恐嚇的嫌疑 這些恐嚇的案件 沒理由不處理 我們看看一些新聞 建制派曾經 郭偉強議員工聯會的立法會議員 收到一位26歲的青年 寄出一個富有刀片的恐嚇信 就在2014年3月7日發生 當時 東區法院 判了他罪成 也要接受12個月 即是一年的感化令 而且也要接受精神科的治療 可以說 其實這個案件也反映出 寄一封信件法 構成一個刑事恐嚇的 為什麼 這個不是一個案件需要警方的調查呢 跟著他又說 我現在 我本身是一個很孤僻的 所以比較 比較少在周圍 吸收到恐懼散播的氣氛 又說自己要避免辦公室的 同時擔心未來只接受有來電顯示的街坊約件 還說你這群流羅 認為我不說 大家會忘記了 你太看得起我了 和 太看得起大家了 記憶和維亡之間 我很相信大家會在心中 我們先不要講立場 我們先講 一些網民的分析 網民就說 看回他打一封信 打幾隻字 有幾封刀片 其實製作成本就很低廉 會不會有機會是自編自導自演呢 第二種網民的說法就是 解開這個可能性 就是說 假設萬一屬實 警察其實也不會理會 對方的政治立場 因為我們的前警務處處長 鄧炳強經常都說 犯法就是犯法的 身為記者 我們也身為媒體之一 沒有人想見到記者被刑事恐嚇的 所以我們也希望 這位事主盡快報警 當然除非 這位事主本身已經不相信警察 或者他有其他居心 但是至於警方 可不可以在當事人沒有報警下主動調查呢 這就要留給警方去解劃 但是我看到這篇貼文 在凌晨5點的時候 已經有945個分享 既然搞到這麼大件事 警方可不可以主動一點 起碼聯絡事主 了解一下 他現在狀況是怎樣 希望查到真相呢 這就是我的分享 好了